好 主观众持续在桃院看守所 为你掌握到郑文灿的第一手消息 那么今天早上除了律师来绿见郑文灿之外呢 还有一个民众他手上提着一袋物品要来看郑文灿 这个民众手上带的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带三本书还有三件的白色T恤 那这个书大家也很好奇说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刚才实际观察了一下 这本书第一本呢叫民主在美国 另外一本呢是克刚中的台湾史 还有一本是从黎明到衰土 所以从这个书籍来看呢 都是跟政治类历史有关的书 那么这一名民众到底是谁呢 他究竟是郑文灿的亲友团还是支持者 我们实际询问呢他非常低调都不愿意回答 但是可以从民众送的书里面观察到 尤其从黎明到衰土这一本呢 最主要是要讲说近500年的人类关键的历史 那么去反馈说现在文明有什么困境 所以他送这本书的寓意是什么呢 的确让大家觉得很好奇 那么这个民众不只送书 他除了这个去签 然后把这个书跟衣服送到郑文灿那边之外呢 他还有去福利社另外勾选的一些东西要给郑文灿 包含了说像是两倍牙膏牙刷等等的日常生活用品 但是呢因为一个人一个人一天的上线只能送2000块 所以民众呢他没有办法送更多东西 最后有些东西被取消了 而另外他同时也问监索人员可不可以送郑文灿惠客菜 他想要送给更多郑文灿惠客菜让他在里面吃好一点 不过监索人员同时也告诉民众说 惠客菜一天只能送一次 所以从里面观察到或许这个民众他可能是郑文灿的亲友团 同时他也低调不多谈 而另外呢律师从早上八点半的时候抵达桃园看守所 在将近十点的时候离开 当律师面对媒体而询问说郑文灿他昨天睡得好吗 吃得好吗 律师通通只有一个回答就是都很好 也就是说律师对于整个郑文灿在里面的情形不愿意多谈 而实际上呢原本桃园监狱看守所这边呢 也是想要出来说明郑文灿他在里面过得怎么样 最后也是临时取消了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郑文灿被收邀在桃园看守所里面 各界都很紧张都很敏感 对于相关的讯息呢都很低调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在把镜头交还棚内 好 等你来关心郑文灿涉嫌贪污 经过三度攻防之后 昨天他被收押了 那么传出侦办的内容早在监听时就已经外泄 甚至郑文灿还在对话当中和监听人打招呼 那么根据有媒体调查表示 调查局桃园市调出在当年侦办时 就疑似有人向涉案的地主来泄露消息 调查官监听时还听到被监听人说 我的电话不干净有人在听 顺便问候线上的朋友 那么检调后来才知道原来已经有人对外泄密了 不过针对郑文灿被收押之后 现在律师当然也立刻的提出了抗告 将抗告书漏页送到了高院 可能最快今天也会有最新的结果裁定 那么提出这个抗告 如果检方是主张被告可能串供的话 到底跟谁串供 恐怕也会是今天攻防的重点 但到底为什么郑文灿这一回会被收押 而他目前在看守所的情况又是如何 透过连线请记者赵益杰来告诉我们 监主播持续在桃园看守所 问您掌握到郑文灿他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都知道他昨天晚上5点57分 被裁定羁押 境界之后呢 他人是立刻转到看守所里面 包含他的晚餐 他已经在狱中进狱之前呢 已经吃了面包果腹 所以他是没有吃看守所准备的晚餐了 而郑文灿今天早餐吃什么呢 来看到他吃了黑糖馒头 水煮蛋 还有麦茶 这样的早餐对于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来讲 或许不够丰盛 而他目前在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等他的律师提起抗告 因为根据整个法律程序来讲 律师可以在5天内提起抗告 有可能呢 这个裁定羁押的结果呢 就有可能被驳回 那目前券证已经送到高等法院了 而律师在昨天也是连夜写起了抗告书 他今天一早8点半的时候 就抵达到桃园看守所要绿件 最主要当然要看到 昨天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的理由 那么桃园地方法院为什么会裁定郑文灿金押呢 透过图卡带您来看到 最主要就是因为郑文灿他涉嫌 7年多前的土地弊案 他收了500万 虽然说这个钱有退还回去 但是法官怎么看呢 法官说2018年5月21号的时候 郑文灿曾经找了桃园地主的住家 去他家里面疑似有串供的嫌疑 在哪来呢 就是在大家还记得吗 郑文灿7月4号从日本回国之前 7月5号就被传唤了嘛 那么他被传唤之前呢 又有传讯息给他的助理 表示他的答辩方向 这意味着什么 表示呢 他有可能在检方在征讯之前 就已经知道检方的侦办进度了 再来以郑文灿他的政商背景来讲 他极有可能有逃逸的能力 因此呢 最后法官他是裁定说 因为整个土地弊案都还在侦查的阶段 因此郑文灿他有可能会逃亡 串阵还有灭阵之余 当然被羁押了 那么目前呢 郑文灿他已经在看守所待过 一个晚上 他自备了凉洗枕头还有棉被 就是希望可以在里面睡得好 因为这一晚对他来讲 真的睡不着 加上里面没有冷气 那么我们刚才掌握到的最近消息是 原本桃园监狱预计 九点半的时候要出来受访 表示说郑文灿他昨天 还有今天早上的状况 但是桃园监狱突然更改了 说不受访 那这有没有可能是律师进去之后 希望桃园监狱封口呢 因此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值得细细观察 以上像掌握到最近消息 再把镜头交还棚内 谢谢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设摊 11号傍晚5点57分收押禁件 被押紧开守所 郑文灿坐球车画面曝光 回顾郑文灿6号生日当天 遭到桃园递检署一 贪污治罪条例 生压禁件 历经三度积压庭 桃园检院交锋 检方二度抗告 第一次五百万交保 半个小时筹到钱 第二次一千两百万交保 二十分钟火速补齐七百万 郑文灿三度进积压庭 前两度交保离开 从灿效到逐检效不出来 第三次桃园地院裁定积压禁件 至于收押原因 桃园地院也完整公布 首先法官认定郑文灿有逃亡可能 因为他具有相当震伤人脉跟资历 具有更高的逃亡能力 而且加上他有否认犯刑 法官认为他有躲避罪责的动机 再者法官认为他有串政嫌疑 因为五号应讯前的当天上午 他用LINE传讯息给失信秘书 内容就跟应讯时答辨方向相同 可见应讯之前已经有管道得知 检察官的侦办内容 并迷妥答辨方向 不止监方的侦办内容遭到泄漏 还多次与列为证人的前台宿集团 顾问廖家父子传讯 让法官认定确实有串政疑虑 而且卷入土地弊案 涉案者多还有没到案的 检察官所提出的相关证人 并非凭空抽象论述 而考量郑文灿从政多年 政商关系密切又承认 桃园市长存在影响力 串政灭政可能性较高 最后羁押的必要性也就是一旦勾穿证 就难以完整重现犯罪事实 郑文灿文任律师表示将提出抗告 后续工房跟郑文灿在开手所内的状况 都备受关注 东森新闻 萧化民在桃园报道 面对媒体不断追问 始终微笑不多答 她就是郑文灿的律师陈永来 在完成抗告书后 11号晚间9点多直奔桃园地院 递出了抗告书和卷证 而桃园地院也在11号晚间的9点40分 派车将文件送到高院 如今郑文灿遭收押 身经百战的三大律师 包含前桃园地方法院法官陈永来 和连两次都帮郑文灿办保的游祺骏 还有邓逸宏都快码加编整理资料 依法提出抗告 再回顾过往 郑文灿7月6号以500万元交保 7月9号则以1200万元交保 不过交保68小时后 再站积压停 第三次却被桃园地院才定积压境界 如今律师火速完成抗告书 高院收到后也将会列入排程 后续事件如何发展 外界都关注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而对于这起事件 民众狼理委黄国昌他在表示 桃园地方法院昨天证实了 郑文灿第一次运讯之前 郑文灿已经知道了 检调侦办的内容 是把答辩的方向都准备好了 指纹说新潮流果然有够力 并且表示法务部应该要来彻查 究竟是谁卸得密 要给全民一个交代 老板为什么没办法来 气候异常 身穿身色衬衫戴着眼镜 他就是郑文灿最信任的 左右手施燕廷 如今郑文灿涉滩还串供 议员指出陶检说的 施姓秘书就是他 施燕廷本来就是郑文灿 很信任的一个媳妇 而他在郑文灿身边的表现就是 很灵活 然后也有一些创意 守口如瓶 然后反应很灵敏 不算是这种重大的事件 他也是相当信任他的这个左右手 今年34岁的施燕廷 限制海基会参事 是郑文灿在台大社会系的学弟 当时太阳花学运时 施燕廷就担任发言人 2014年 郑文灿参选桃园市长 才24岁的施燕廷 就加入了辅选团队 之后当了约两年基要秘书 2016年底 被郑文灿升为市长办公室副主任 无论郑文灿到哪 施燕廷跟在他身边 至少十年 那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 我们会开记者会 跟大家宣布 如今自己跟了十年的老板 涉贪招压 施燕廷被检方查出 居中串供 恐怕难逃调查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前桃源市长 郑文灿遭到了积压 亲切人 而郑文灿的八年市场任内 包含了像是警察局长 警察局的副局长 等等人都相继出事 当时甚至有人 是向厂商来索汇 包含了索汇高价的红酒 平板电脑重机 甚至厂商提供台制的威尔钢 都被要求要换成原厂的药品 郑文灿昨天被收押 消息一传来 让各界很震惊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就直呼 说这个是迟到七年的正义 不幸真理换不回 而民间党的联制会也宣布 就从今天开始 郑文灿停权三年 如果一审有罪的话 郑文灿就会被除名 林涛对此也表示 这等于是郑文灿 2026、2028的选举机会 统统遭到阻断 前桃源市长郑文灿 三进桃源地院召开积压亭 一路停讯超过四小时 终于在11号下午5点57分 法官裁定郑文灿收押境界 不只卓魁不多谈 总统赖清德同样没有回应 我们的院检 我们的司法机关里面 针对郑文灿这个案 有内鬼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 林涛就痛批 郑文灿被羁压 是迟到七年的正义 不幸真理换不回 所以我也呼吁民进党的朋友 不要再阻碍我成立这个专案小组 如果你不是心中有鬼 还是你们家族有涉入的话 你们相信郑文灿的清白 那专案小组也会无枉无众 依照事实来做查办 先前两度交报的郑文灿 曾发声明强调 自己从政以来 公而妄私不谈不取 但如今郑文灿被依贪污治罪条例 收押境界 民进党联政会主委邱军燕也宣布 依照决议郑文灿 从7月12号起停权三年 维持一审有罪就除名 后续联政会也会开会 倘若真要除名 会在除名前 让郑文灿到党中央说明 把郑文灿接下来可能参与2026 2028的路全部阻断 等于拔了郑文灿这两颗建立的虎牙 而我们看到 如果在这个一审有罪的话 他也会被除名 等于是郑文灿 具体的要被民进党来做流放 而民进党中央则表示 一切以联政会决定为主 行政院也不多做回应 如今郑文灿不再是自由之声 涉贪弊案 全贪在阳光之下 东森新闻 罗金奇 由爱心中佩宇 综合报导 全新的现场一起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设滩 三度召开了积压亭 前面两度是以500万 还有1200万交保之后 在昨天桃园地方法院 已经裁定了积压禁件 究竟为什么会收压呢 今天早上最先的状况又是如何 联系人记者赵益杰 好 主播带大家来关心 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昨天第三次开了积压亭之后 被收压禁件 那么这也是桃园看守所 史上关押最大咖的人犯 那我们都知道 郑文灿最主要就是因为 一提土地的弊案 他当时有收了白手套500万元 虽然说郑文灿事后 有把这笔钱退还回去 但是桃园地方法院 还是裁定他收压 最主要的原因呢 透过图卡带你来看到 为什么他三度开了积压亭 这一次会被收压呢 刚刚有提到了 因为土地的弊案 在郑文灿2018年的时候 曾经到六姓地主的住家 两个人聊了什么不知道 因此检方还有法官都认为 有可能串政的疑虑 再来就是郑文灿 大家还记得吗 他在7月4号的时候 从日本回国 而且呢 他当时回国的隔天 就立刻被检方来传讯 但是但是他在应讯之前 有先透过LINE传讯息给助理 表示他的答辩方向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可以拟出答辩方向 法官认为是不是你事先 就已经知道检方的侦办内容了 所以你才知道 你应该要回答什么嘛 再来以郑文灿的政商人脉 他绝对具有逃亡的能力 尤其现在这一期土地弊案 都还在侦查的阶段 检方呢还有一些证人 共犯等等的都还没有约谈 所以说这晚餐如果这时候不压的话 他极有可能会串阵逃亡 甚至还会灭阵 因此这是桃圆地方法院积压的理由 因为我们知道 昨天这晚餐从晚上5点57分 裁定收压之后 他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 进到看守所里面 那么大家当然好奇 史上最大咖的晚餐吃什么 吃的跟大家一样吗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看一下桃圆看守所 昨天提供的晚餐 包含乳鸡翅 凉拌豆腥 凉拌豆干炒空心菜 等等的 不过呢 他昨天进看守所之前呢 就已经吃面包来果腹了 所以呢 他这个晚餐是没有吃的 而今天的早餐 他有享用吗 目前时间还早 还要等到桃圆看守所待会的说明 而我们知道的是 待会他的律师将会来到桃圆看守所 来绿见正文餐 这两个人之间会谈了什么吗 如果最近消息在持续为您掌握 另外呢 记者姚一婷呢 目前是守候在高院这边 就是因为正文餐 遭到了裁定收押之后 律师团呢 也立刻提出了抗告 抗告书呢 目前已经送达到了高院 一起就在今天 将来开何一婷审礼 最先的进度 联系记者姚一婷 好主播各位观众 带你来关心 政坛焦点 也就是正文餐的摄探案 在昨天 他被羁押 禁建 那么对此呢 他的律师团当然是相当的不满意 直接来提出抗告 那也在昨天召开完积押庭之后呢 马上就来书写这个抗告书 在昨天晚上将近9点前 是把这个抗告书送到 这个桃园地方法院了 那法院收到之后呢 也以罪速件将相关的卷证 送到高等法院 因此也等于说 今天最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那么透过手板来看 带您回顾这个整个时间轴 正文餐 他其实是在7月5号的时候 被检方传玩 原因是因为呢 他是涉嫌土地开发弊案 有一次这个贪污以及洗钱 还有泄密的嫌疑 被检方来传还 检方认为呢 他的这个罪证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是申请羁押 那么其实在这个 来到院方开庭的时候 院方是认为 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理由是因为他有这个 有羁押的理由 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性 最后是500万元交保 那么检方当然是不服 赶快来提出这个抗告 最后高院是撤销发回跟财 那么来到第二次 这个检方来进行开庭 最后是1200万元交保 也是二度抗告 那么其实呢 最后还是在高院 还是撤销再度发回 来到第三次检院答辩之后呢 最后才是羁押禁件 那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个结果 等待高院合一庭审议之后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张文燦涉摊收押 传出呢 侦办的内容早在监听时就外泄 甚至后 张文燦还在对话中 跟监听人员打招呼 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调查局桃园市调述 在当年侦办的时候 就一次有人 是向涉案的地主来泄露 所以呢 调查官监听的时候 还听到被监听人说 我的电话不干净 有人在听 说顺便问候线上的朋友 检调才发现 已经有人对外泄密 而这一回呢 遭到了积压 原因就是因为呢 张文燦他有管道 得知检方的侦办方向 是有串政之余的 但这样的说法呢 是让律师林志群 很不满地表示 说律师们难道自己 不会杀盘推演吗 他表示呢 张文燦的案子哦 七年下来 检方也侦办了有三次 前面两次都是以 证据不足来签结 而张文燦的之前 应该也有被找到 定检署来问过 怎么会不知道 检方的侦办方向 何况呢 都已经花大钱 请了三个律师了 其中还有是 法官退下来的 认为呢 律师们只不过是 来进行杀盘推演 再次进行杀盘推演 再次进行杀盘推演